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面是使用字母来打印一个正三角形 这个字母这里面有一个4E图形 就是从A一直到G 是吧 A到G 这样一个图形输出 我们看一下如何来输出 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打印过这样的一个星星了 是吧 星星已经打印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换成字母如何来打呢 我们打开Homework Homework2 是吧 OK 那首先我们要输出这个字母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这字母先定义一下 对 对吧 那定义这个字母最好的方式用什么 用用差数数组 是吧 对 用差数组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定一个CS 这个是中号是吧 对 中号 然后呢 这边是大号号 这边是A B C 字符用代号 是吧 可以了 D 然后是E F G 是吧 A B C D E F G OK 好 有了这样一个数组 那等一下我们就从这数组里面去取值来显示就可以了 对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我们前面已经打过了 对 直接用什么 Four循环 Four循环就搞定了 对吧 对 I等于零 I小于多少 我们要打印几行啊 几行是A到G这一行 对吧 对 所以是不是刚好是数组的长度 长度 对吧 所以 CS 点 你看 Lens I 加加 OK 这是我们打印的 确定的这个 杭数 杭数 是吧 杭数啊 这个要 要打印的什么 杭数 杭数 OK 好 杭数确定了 前面是不是有空格啊 对 对吧 空格 我们看一下前面几个几个 几个空格 A的前面应该有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空格 是吧 对 六个空格 那这个前面六个空格 刚好是这个数组下标的 长度 长度减一 对吧 对 应该我们前面是五的话 就是是不是小四啊 之前我们写的 是吧 好 所以我们这个Four循环 从几开始啊 J等于零 J小于多少 C CS点 Lens 减一 减一刚好是 是吧 J 交交交 OK 那我们这里输出什么呀 输出空格 输出一个空格是吧 嗯 输出一个空格 然后这个是 我们是要打印 每行的 行的 这个空格 每行的空格 好 空格输出了 现在要输出什么呀 字母 字母啦 输出字母 然后印它J等于零 零 J小于多少 I 小于等于 I乘2 小等于I乘2 是吧 小于要等于 对吧 小于等于I乘2 是吧 对 对 小于等于I乘2 刚好是跟之前一样 打击新号 然后呢 J加价 OK 好 我们输出 直接输出什么呀 输出 输出是每一行里面的字母 对 字母刚好就是谁 CS下面取 每个元素 每个元素 对 每一行换个元素 对 用了一个作为下标 刚好是I I是吧 对 每一行 对 一行一个 对 一行一个 然后就取I就可以了 是吧 OK 这个输出完了吗 对 完了最后呢 我来一个换行 换行 OK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编译一下试试 诶 我在注释打上啊 好 打印 这个什么 每行的字母 这个是每行的字母 OK 编译试一下 诶 哦 这里 分号 分号是吧 嗯 好 OK 走 诶 诶 变成了直角三角形 前面这个没有怎么样 没有打印出来 没有输出是吧 嗯 前面没有输出 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空格 三次 任字 减一 我看一下啊 这个等于 J等于零 是吧 这个空格是 J等于I 没有问题吧 J等于I 对 这里是不应该等于零 是吧 对 不应该等于I 不是 上面那个J等于I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吧 对 这是空格是吧 空格J等于I 这样子 为什么等于I 为什么等于I 空格数嘛 对 每次都在减是吧 对 不是从零开始 如果是 呃 第一个是零 这个Lens点 减一 就刚好输出几个空格 五个 啊 这个七六个空格 六六个 六吧 六 然后加一就是五个是吧 对 六五四三二一是吧 所以这里一定要等于I 不是等于零 等于零的话就 就错了 嗯 输出的空格数据一样了 对吧 好 编译一下 走 诶 这就没有问题了 这回对了 诶这就对了 好 这是通过字母来打印这个 呃 直角下降型和旗子塔 好吧 好 OK 那这一题呢 我们就 先给大家 啊 分析到这里 这是我们这个两个作业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还是要 呃 哦